遇產期什麼時候 我當初也在舉起 開放下注 好事 哲恩的盡了嗎 由這原創客家宴 特別出演的末日愛情影集 《無神之地不下雨》即將上映 戲外式多年好友的兩任 這次卻是首度合作 默契活花都是絕佳 上角跟我嘻嘻哈哈 結果去配音播出的時候 我一看他那顆鏡頭 我想說怎麼回事 狀態怎麼回事 眼眶寒半淚 覺得他很厲害 真的不愧是小鐘哥 我也很喜歡跟家宴姐合作 對 我覺得家宴他有一種 冷面笑匠的那種特質 所以他滿適合拍戲劇片 把我們的幕後花絮剪一剪 應該可以吹一個 就是搞笑版的《無神》 什麼 《無神之地亂下雨》之類的 那種特質 對 之後也會到他的廚房去 對 所以家宴已經迫不及待 要去那個不專業 他是迫不及待想喝酒 他現在宣傳期壓力很大 又要一邊拍戲 然後又要一邊宣傳 他現在壓力很大 需要釋放一下 我期待去哈姐 我們就做個比如說三天兩夜 所以就觀眾請期待一下 就是到時候來宣傳的內容是什麼 一定是特別的 對 在不專業廚房和明星 還有我們凱和大料 絕對是粉絲最期待的環節之一 而且好友林依晨 也傳出懷孕喜訓 這原唱當然是準乾爹囉 我們二週劇有一個群組 所以大概是比一般的媒體 再早一個多月前就已經知道 所以當下就是 我們群組裡面的爸爸媽媽都很開心 然後那時候 依晨還就是有開放我們下注 就是看她的是兒子還是女兒 然後遇產期 她先告訴我她的遇產期是什麼 然後讓我們大家去猜她 哪一天會生 哪一個時間會生 身邊越來越多好 有些人有小孩的話 是不是就沒辦法跟你喝那麼晚 或是跟你聚會這樣 不會啊 還可以啦 對 我還可以跟你喝啦 對啊 沒有小孩的也有 什麼 遇產期什麼時候 沒有 我當時還在取一支開放下注 何時能聽到家宴的好消息 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 而在剛結束的金鐘 獎獎兩人皆一頒獎嘉賓身分出席 但可惜好友小鬼和獎座擦肩而過 他們也表示 在我心目中 小鬼他已經是 最棒的主持人了 所以我覺得獎項這件事情 看緣分吧 但那個在心目中的那個位置 其實是無法被取代 對啊 我覺得就是得獎這個 可能有時候是需要一些運氣跟緣分 但是他的好跟優秀 我覺得是 其實也不需要獎項來證明 在我們心中都是 我覺得他是很棒的 對於金鐘獎 小鬼在心中留下更深的意義 不過也要期待在明年的典禮上 能看到正元唱柯佳燕以新作品 和大家相見啦 完全樂圈圈蔡長龍採訪報導